基础课程 梅花六 哈喽 同学们大家好呀 我们今天来给大家说一下梅花第六课程 梅花花头的写意画法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可以调这个鼠红啊 然后加上清水 然后把它变成淡鼠红色 然后笔度沾这个颜色 笔尖呢 去调这个鼠红的颜色 当然我们如果想要层次感更多的话 可以再加一些胭脂 那今天老师给大家说的最基础的 所以呢 我们就用这个淡鼠红 然后笔尖去加这个鼠红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那现在呢 先给同学们讲解一下 梅花花头一片花瓣的画法 我们怎么样去把它画成一个 比较圆的花朵呢 笔 大家看好 绕一圈下来 藏锋 绕一圈下来 是不是就比较圆啊 这个花瓣 好 那我们现在再看一下 它的行笔轨迹 大家一定要看好啊 这里老师放的是比较慢的动作 它就是这样 绕一个圈 然后笔放下来 能够理解吗 大家多练习一下啊 就可以画出这样比较圆的花瓣 再看一下怎么样画出一个稍微方一点的花瓣呢 方一点的花瓣啊 其实更加的简单 那我们呢 把笔啊 先上 然后啊 再放下来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把这个叫做啊 预下 先上 大家记住 看一下啊 这个细节 老师呢 再画一遍 预下 先上 摆下来就可以了 这里啊 是笔尖 先上去以后啊 再用侧峰把它放下来 给同学们标注一下啊 这个呢 是方形一点的花朵 这个是圆形一点的花朵 两种方法都是可以的 我们看一下错误的 就是把笔尖直接放下去 漏锋放下去 就比较尖 大家看一下 这是不是更像一个桃花呀 那我们现在呢 就来给大家说一下 上节课双钩方法的写意画法 是如何去展示的呢 我们看一下正面的花头 我们一样的去画五个花瓣 然后这里啊 老师使用的是 侧峰比较方一点的方法 侧峰放下去的方法去画的啊 这个方法呢 是比较简单的 大家可以多去练习 那我们看一下五个花瓣 就按照这个双钩画法的 一样的形状 然后去摆好它的姿态就可以了 注意啊 这里呢 也需要注意一些 遮挡的关系啊 OK 这是两个正面的画法 现在老师再给大家看一下侧面 大家可以看到吗 我直接在它的旁边 去给大家做这个展示 是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 那么笔尖的话 属红啊 更深 然后笔度比较淡的话 就能画出它的这个层次感 看到了没有 就会比较立体一点 这个是更侧的一个花头 我们再看一下全侧的这个花头啊 是不是一样的 只要按照它的这个双钩形状 然后去画出我们的这个写意的画法就可以了呢 背面也是一样的啊 这里老师给大家都涂上相应的颜色 好的 那画到这里呢 大家啊 不要急着去画它的这个花丝花蕊和花心 为什么呢 因为它现在啊 它的这个颜料呢 刚上去的时候啊 是非常湿的 那么你一画呀 它就会 很快的就阴开了 那我们也不要等到它全干 全干之后啊 再画的话呢 就会两者比较僵硬 没有什么关联的感觉 我们要等到它半干湿的时候啊 去给它加这个花心花蕊和花丝 大家看一下 加这个花心花蕊花丝的方法呢 跟前面双钩的方法是完全一样的啊 那我们没有什么要特别说的 这里就跟上节课说的内容是一样的 就可以了 也是用墨去钩的啊 好 那我们把每一个这个写意画法的画头呢 都给它加上这个花心花蕊花丝 一定要等到它半干湿啊 完全阴开会很难看的 这里啊 我们给它加上花枝 花地和花枝的画法呢 跟双钩画法也是完全一样的 我们看一下花地啊 左一点 右一点 然后连上我们的这个小枝 就可以了 反面的呢 我们也可以直接让这个梅花 长在这个枝干上 大家记得啊 一定是笔尖去沾最深的这个树红色 然后呢 去给它画出这个花朵的立体感 好 再给大家画一个单独的小花苞 圆形花法 方形花法 掌握这个方法的话呢 基本上你的梅花就没有问题了啊 那我们现在呢 给大家画一个整体的效果 这里的话老师就快进了啊 因为那个时间不多了 大家可能看的也没有那么多耐心了 对吧 那老师快速的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组合的画法 就是梅花 一小枝梅花 然后上面枝干上长满了花朵的 大概的一个样子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有正面的 有侧面的 有全侧面的 有半侧面的 有很多的小花苞 也生发了很多的小枝 所以说 你这个枝干啊 它才是一个完整的 记住了 每一个小花苞 每一个花朵 我们都要给它找到家 就是说 要把花地 连接到这个枝干上 要让它 就是一定要让这个花朵啊 长到这个枝干上去 所以切记了 每一个都要给它找到家 花朵生长的方向 可以自己来定 再给它画上花心花蕊和花地 然后我们就画完了呀 是不是没有你想象中难 感谢大家的收看 这个梅花六节课的内容 希望对每一位 想要学习国画的小伙伴 有所帮助 尤其针对想要把国画梅花 了解透彻的小伙伴们 我们这节课就这样啦 剪辑拍摄不易 给个关注了么哒哟